有些老人当了婆婆后 以仗自己的身份处处刁难儿媳 遇到好的儿媳 知道忍让婆婆 婆媳之间的关系还能勉强维持下去 不至于闹翻了脸 可如果遇到脾气不怎么好的儿媳 婆媳关系那就很难说了 所以说老人要有老人的样 不能以为自己是婆婆就不难儿媳当人看 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把儿媳惹急了 她也是会急眼的 六十多岁的杨大妈 娶了一个懂事的好儿媳 自从儿媳进门后 杨大妈见儿媳好欺负 天天给她脸色看 终于有一天 儿媳爆发了 去旅游的路上 直接把婆婆撵下了车 杨大妈不检讨自己有错 还糊涂以为是儿媳不孝 给儿子打电话诉苦 杨大妈亲口讲述 说起这件事我就气愤 虽然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可儿媳更过分 她竟然敢把我撵下车 是不是她要造反 我已经六十多岁了 老伴前年春天去世了 老伴去世后 我就搬到了儿子家去生活 有人劝过我 我有退休金 身板也还硬朗 最好别去儿子家 自己一个人过可能更好 我问她为什么呀 我有儿子 是我把她养大的 她给我养老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有儿子不用 过期作废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 收拾收拾自己的东西 去了儿子家 我是听说过的 有些老人在儿子家养老 儿子儿媳对她不好 她也不敢吱声 逆来顺受 任凭儿子儿媳虐待她 我可不是这样软弱的老人 儿子家的楼房 我出过一部分钱 我过去试住自己买的房子 十几万呢 买一个房间足够了 我有一个妹妹 自从娶了儿媳后 她就成了家里的仆人 儿媳什么家务不做 一来伸手 反来张口 妹妹任劳任怨 伺候儿媳 可儿媳一句也不说她好 我告诉过妹妹 不能惯着儿媳 越惯着她毛病越多 给她点厉害瞧瞧 她就老实了 可妹妹拉尼扶不上墙 不听我的话 还是把儿媳当成宝贝 安前马后伺候的那是 周周到道 我可不行 最看不惯在一个家庭里 没大没小 老人就是老人 小辈就是小辈 小辈要尊重老人 这才符合常理 没听说过老人 要尊敬小辈的 我早就知道 长幼尊卑这个道理 因此 当儿媳嫁到我家后 我就开始给她立规矩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要想让儿媳对你好 不敢小瞧你 你要早早在儿媳心目中 树立起威严 一旦你有了威严 儿媳就不敢给你气瘦了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儿媳这个人是不错的 懂事也孝顺 自从她结婚后 早饭都是她做的 每天她都比我先起来 做完早饭 招呼我们吃饭 我和老伴才慢悠悠起床 有时儿媳不舒服 前一天晚上跟我说 她有点不舒服 第二天让我做早饭 我就回答她 我也很头疼 恐怕帮不上她 还是让她做早饭 第二天儿媳硬挺着起床 做早饭 有时老伴说我做得过分了 儿媳不错 我们当老人的要多体谅她 一家人要相互照顾才行 我就瞪她 嫌她多管闲事 怎么和儿媳相处 我自有主张 儿媳生了孩子 她坐月子的时候 我一天只给她做三顿饭 我们吃啥她吃啥 从来没有格外对待过 有些当婆婆的 儿媳坐月子 一天给儿媳做七八次饭 还专门给她开小灶 儿媳喜欢吃什么 给儿媳做什么 可儿媳知恩图报了吗 没有 轮到老人不舒服生病 需要有人伺候了 十个有九个儿媳 都是爱搭不理的 另外那一个也不怎么样 关心问候一句 老人 老人就像得到了恩宠 高兴得眉开眼笑的 这样的老人不值钱 我可不想学他们 这样说吧 儿媳嫁到我家 有三十多年了 在我跟前 她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的 说话不敢对我大声 我说什么 她从来不敢违抗 我经常故意刁难儿媳 可每一次她都不搭理我 能躲则躲 实在躲不开了 她笑着说 妈 你故意刁难我有意思吗 我们可是一家人 我难过你真的高兴 你可是我妈呀 儿媳笑着叫我妈 我还无计可施了 我希望儿媳跟我来应的 可她以柔克刚 我有一种没有对手 孤独求败的失望 老伴去世了 我搬到了儿子家 儿媳自然对我热情接待 她知道我不好惹 不敢对我冷漠 给我收拾出了屋子 还把屋子打扫得十分干净 她帮我洗澡 给我吹干了头发 我换下来的脏衣服 没等我说话 她一声不吭 给我洗干净了 老伴没了 我失去了一个依靠 只有儿子是我的亲人了 儿媳不是亲人 可比外人还是要强一些 我们相间和太极 我觉得要对儿媳客气一点了 我们友好相处 儿子也开心 我改变了很多 有时儿媳工作又忙又累 我会主动帮她做些家务 偶尔也帮她做顿饭 儿媳很高兴 可不久前 儿媳又惹我生气了 还把我气得不轻 一天儿媳问我 她要带着她父母去旅游 问我去不去 其实吧 我是想去的 可为了显示我是婆婆的身份 我故意说不去 我的想法是让儿媳多邀请我几次 这样才显得我有身份 可儿媳只问了我一句 没问第二句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后 发觉家里很安静 我喊儿子 儿子不回答 我喊儿媳 儿媳也不回答 我去他们的卧室一看 里面一个人没有 我给儿媳打电话 这才知道 儿子和儿媳带着亲家公 亲家母去旅游了 已经在路上 我那个难过呀 我也想去 可儿媳没有热情邀请我 她要是多问我几遍去不去 我不就去了吗 他们回来后 我演戏给他们看 我拿着老伴的照片哭天抹泪说 老头子 你走了丢下我不管 我一个富到人家 没有本事 别人想怎么欺负我 就怎么欺负我 我心里苦啊 儿子知道我是故意 演给他们看的 不理会我 儿媳比儿子强一点 她问我说 妈 你是不是也想去旅游 这次没去成 你很失望 这样吧 过几天我带你去旅游 只有我们两个人去好不好 我说我不想去 旅游没意思 儿媳说 去吧 你陪我去 我想去 我求你了 儿媳求我了 我才答应她 我受点累 陪她去一次 前天 儿媳带我去旅游了 夏天海边最好玩 我们去了游海的城市 儿媳开着车 我坐在副驾驶 本来我心情挺好的 可忽然想到 上次他们去旅游 没带我去 好心情瞬间没有了 我觉得有必要 再给儿媳点颜色看看 让她以后不敢忽视我 儿媳开着空调 不冷不热 温度刚刚好 我却鸡蛋里挑骨头说 你把空调温度调高点 太冷了 冻得我直打哆嗦 儿媳把温度调高了几度 过了没几分钟 我又说 你调得太高了 热得我头疼 调低点 儿媳又把温度调低了几度 又过了几分钟 我说 太冷了 你再调高点 你怎么这么笨 温度都掌握不好 儿媳说 不是我掌握不好 是你太难伺候了 你少说几句话 我开车呢 不能分心的 到了一个服务区 儿媳把车停了下来 她去买了两瓶水 给了我一瓶 我一看 是矿泉水 有了主意 我让儿媳给我换一瓶 我不喜欢喝矿泉水 喜欢喝饮料 儿媳给我买回了一瓶饮料 我说不能喝有糖的 要喝无糖的 儿媳又去了一次商店 买了一瓶无糖饮料 我还想说话 儿媳说 妈 你别折腾了 你这样折腾下去 我们天黑了 也到不了海边 我只好闭嘴了 我们离开服务区 上了高速 我还没有消气 心头堵得慌 我挖空心思又想到了一个消气的好法子 我对儿媳说 我不想去海边了 我想去看山 登上山顶一览重山小 的感觉比看海水有意思 儿媳没有说话 我生气说 你为什么不说话 没听见吗 我不想去海边了 想去看山 你听见没有 儿媳还是不吱声 儿媳不搭理我 我以为她是知道了我的厉害 以后再不敢忽视我了 我的气也消得差不多了 又唠叨了几句 就不再言语了 又到了一个服务区 儿媳把车停好说 妈 你去方便不 我确实有点憋得慌 下了车 可我刚下车 儿媳就把车门关上了 自己开着车走了 儿媳太心狠了 她用欺骗的方法把我碾下车 丢下我不管 我一个老太太 谁也不认识怎么办 我只好给儿子打电话 告诉她 我被不孝儿媳丢在半路上 举目无亲 让儿子来接我 让我没想到的是 儿子一点不在意 她说 妈 我没空 敢为一大堆事情 等着我处理呢 你给我媳妇打电话 让她回来接你 儿子把电话还给挂了 我再打给她 她竟然拒接 没办法了 我只好给儿媳打电话 让她马上回来接我 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儿子饶不了她 儿媳说 妈 我回去接你可以 你必须回答我几个问题 我满意了就去接你 不满意了 你只能自己想办法 头顶烈日当头 我担心自己被大太阳 晒成肉干 只好让儿媳问 儿媳问我 妈 咱们是不是一家人 我告诉她是 儿媳又问 一家人是不是应该相互体谅 相互关心 我想说也是也不是 除了要相互体谅 相互关心 还要有长幼尊卑 我是婆婆 她把婆婆撵下车是不孝 可我担心这样回答儿媳 她会不来接我 只好回答说 是应该相互体谅 相互关心 儿媳又问 其实我知道 一个家庭里也要有长幼尊卑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 我的问题是 家里的老人如果以老卖老 把儿媳当成外人 处处为难她 这样的老人还值得尊敬吗 如果是岳父这样对待女婿 你能高兴吗 我被儿媳问住了 一时语色 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了 儿媳继续说 这么多年了 在我心里 始终是把你老当成亲妈一样看待的 可你对我呢 不管你怎样对我 我不和你计较 可你却得寸进尺 处处跟我过不去 说实话 我都想过和你儿子离婚 离开这个家 不是我傻 也不是我好欺负 是我尊重你 把你当成是我的亲人 我才一忍再忍 妈 我是你儿媳 一个女婿半个儿 一个儿媳也是半个闺女 你对你闺女有好点不可以吗 我不要求你对我特别好 别处处与我作对 我就心满意足了 儿媳一番情真意切的肺腑之言 让我有点无地自容 是啊 儿媳说得没错 我们是一家人 我窝里横 为难她几十年 她都忍了过来 换作是我 我早就和婆婆翻脸了 是我过分了 我很羞愧 我也真诚地对儿媳说 你是一个好儿媳 也是妈的好闺女 这些话 你怎么不早点对我说 都是妈不好 妈错了 以后 妈一定好好和你相处 很快 儿媳的车 就开到了我面前 原来她没有离开服务区 只是躲在一个偏僻角落里 儿媳把我掺上了车 我们去了海边 在海边 我们像母女一样 肩并肩看海 海水泼蓝壮阔 让人心旷神疑 从海边回来后 我让儿媳去歇着 她开了一天车 太辛苦了 我下厨给儿媳 做了一碗面条 儿媳吃得很幸福 我看着她吃面条 自己心里甜滋滋的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婆媳和睦相处 原来是婆婆更幸福 这种幸福是发自内心深处的 我喜欢这种感受 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要努力让这种感受 时刻陪伴左右 我喜欢这种感受 在爱与她说 是美女的 有 人